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玩鞋17年的宣明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有鞋名说 今天我手里的这双鞋来自于匹克的幻居1.0夏日版 幻居这个系列的球鞋,相信我的老粉丝都知道 我之前他们的幻居的球鞋我几乎都有 而且都是做了节目的 我之前最喜欢的就是幻居1.0pro那双鞋 但是现在这个夏日版出了之后 我最喜欢的就变成了手里的这双夏日版本 因为这双鞋的颜值穿起来真的是太好看了 我尤其推荐我手里的这双薰衣草籽这个配色 这双鞋你拿到手之后会发觉 它比官方的产品页里边的那个配色 要来的更加的好看 OK,那说了这么多 那这双鞋它究竟有怎样的优点 值得我推荐给大家呢 OK,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开始我们今天的有鞋名说 我们今天打破惯例 我们先从中底的部分开始讲起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想把不同点放在最后跟大家做分享 中底的部分 它这一次仍然使用了匹克家非常经典的 那个一模双蜜的技术 也就是前掌超级磨坛 加后掌轻量化太极的这个配置 这个配置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几乎是一个覆盖所有体重的缓震技术 几乎是一个从200斤往以下 都可以穿着的这个缓震技术 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但是我最近发觉了一个 不太一样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同样是一模双蜜技术 但是在不同的鞋款上面有不同的脚感 比如说我手里的这双幻居1.0夏日版 它就和幻居1.0普奥和维金斯一代 以及和大三角一代穿着起来的脚感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但是呢 同样是使用一模双蜜的闪现4呢 它前掌的脚感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偏硬一点啊 我不知道是因为薄厚不一样 还是因为调效不一样 造成这种脚感的差异啊 但确确实实 我手里的这双幻居1.0夏日版 它是要比闪现4的整体的脚感 要来的更加的好的 所以呢 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一个喜欢追求脚感的人的话 那我手里的这双幻居1.0夏日版本 它就会更加的适合你一些 抗扭的部分呢 和幻居1.0普奥是完全相同的 在前掌这个位置啊 有一块以宇宙战舰为灵感的 这个TPO片啊 来做侧面的支撑 然后在中底的位置呢 中底和大底之间呢 是有一块这个TPO托盘卡的 这个位置的 因为使用了以上的两个技术啊 所以整双鞋的抗扭 和幻居1.0普奥是完全一样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变态的抗扭 来给你们看一眼 中底非常的稳定啊 所以这双鞋啊 不管你是内线的巨无霸 还是力量型的风线 还是喜欢突破变相的后卫的话 这双鞋的抗扭 对于你来说都是完全足够的 大底的部分呢 同样使用了和幻居1.0普奥 相同的大底纹路啊 就是那个放射状的这个大底 相信你们都已经看到了啊 然后这个大底纹路呢 很密集 而且很深啊 所以这双鞋的抓地 我觉得不会产生任何的问题啊 唯一的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我手里的这双 夏季版的幻居1.0啊 我觉得它大底的 这个橡胶的硬度 比我印象中的 幻居1.0普奥的 大底的硬度还要硬啊 我个人认为 有可能是为了应对 夏天在户外实战的 这个场景 所以匹克对于这个 大底的这个橡胶配方 进行了升级啊 让它变得更加的硬了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在夏天 穿着这双鞋 去户外的水泥地上 进行实战的话 我可以保证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最后再来看 这双鞋的鞋面啊 这双鞋的鞋面 和之前换居1.0普奥的鞋面 有相同的地方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鞋头的 另部分仍然使用 KPU来进行 包边保护你的脚趾 然后在鞋面这个地方呢 仍然使用 TPO刹编织 来提高整双鞋的 鞋面强度 但是 它在鞋身的两侧 进行了大量的 TPO刹开窗 这边也是啊 你们可以通过 这个TPO刹开窗 看见我的手指啊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双鞋在夏日的 实战场景里边 它的透气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而且同时还有一点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不管是换居1.0 还是换居1.0普奥 它的鞋舌部分的填充 是很多的 那这一次的 这个夏日版本的 换居1.0呢 它对于鞋舌部分的 这个填充 也进行了削减 换成了这种织物啊 也是为了提高 整双鞋的透气的属性啊 所以说这双鞋的鞋面呢 它是既保证了 整双鞋的鞋面强度 同时呢 又提高了整双鞋的透气啊 我觉得这是换居系列 鞋面的最终形态啊 不管是夏季的版本 还是冬季的版本 其实如果做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啊 那要说一下 这双鞋的鞋旋了 我日常穿皮克的实战鞋 都是穿42 比如说闪线4 我穿42 换居1.0普奥 我穿42 大三角 我穿42 维巾丝 我也穿42啊 那这一次的这个 换居1.0夏日版呢 我还是穿42啊 所以呢 如果你想买这双鞋的话 你完全可以按照 你之前购买的 皮克篮球鞋的码数 进行购买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说了那么多啊 那现在给大家一个结论 如果你在2023年的夏天 你想买一双 皮克家的 透气很好 穿着起来很舒适 稳定性很强的 实战篮球鞋的话 那我非常推荐 我手里的这双 换居1.0夏日版啊 因为它整体来讲 真的没有任何的短板 我挑不出来 任何一丁点的毛病 OK 那这就是这一期的 有些名说 更多球鞋视频 欢迎点击我的头像 进入我的主页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